2017年PayPal公民新聞獎 短篇報導社會主得獎的是 百分百再生綠人為黑色部落點燃光明 陳慶軒 我們恭喜 他們的報導關注就是 在原住民的部落裡面 其實沒有電力 那如何用太陽能發電 為原住民部落帶來光明 這是很多社會大學的社區工作者 他們扛著光電板到那邊為他們努力 大家好 志全他今天因為在台南社大服務他們活動 那我是他學姐 所以我今天來代替他念他的一些想法 他說首先先謝謝評審的選擇 今天我依然在街區持續工作 所以不便向台北領獎 在此向大家抱歉 談到本次我拍攝的主題 為黑色部落點燈 在這個富足的社會 我們台灣還是有很多地方 連富足都勾不上 很感謝公視 公民新聞 以及其他在地的公民傳媒團體 讓我有機會把這個故事告訴其他人 這樣的故事在台灣不算少 因為台灣本身政治體制不健全之下 我們僅能眼睜睜地知道 卻無力去改變 即使年輕的一輩擁有熱情 在現實下熱情也逐漸消磨 這是我們台灣所面臨的困境 我常會思索台灣的體制問題是結構問題 在許多既定的遊戲規則下 我們把可以解決的問題 變成一道難以推倒的高牆 在權力位階不對等的狀況下 我們很難真正發出聲音 或許有一天 當多數人開始理解 願意為他人為社會付出 改變才會開始